那么今天要讲的是Celine 2021秋冬男装系列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手机师小文 那么这次回归其实是真正的争议性的开始 因为在此之前,她的职业生涯都是只有包没有扁 因为她直接清空了圣楼兰的所有社交媒体 名字也从Eve Stelanon 变成了圣楼兰Paris Aero这里又换了一件衣服 这一件是Eddie在圣楼兰时期设议的 我非常喜欢这种简单但是又有设计感的东西 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概念 就是说其实好的设计师需要同时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 如果说你设计了一个非常前卫的 的确在市场圈内部引起轰动的这种前瞻性的实验性的设计 但是对于大众来说他完全无法接受 他完全没有商业性 那算是好的设计师吗 Wonderful, Extraordinaire, Amazing! I love the show The greatest show of everything since Saint Laurent's day 那么Saint Laurent Paris在Eddie代言下改变了以鞋包为主要营业的状况 这里我想引用一种数据 品牌服装线的热度其实超过配饰 销售额从2011年的3.53亿欧元一路涨到了2015年的9.74亿欧元 发了三倍 那么Eddie当时在上楼兰的风格其实可以用一句诗来形容 熊熊白兔冬游戏骨 Oh boy you're fucking cool 那么Eddie在上楼兰冬游戏的4年 离职的时候死得非常难看 具体发生了什么其实没人清楚 在2016年的时候 时装屋通过公关稿发布的设计师离任的确认信 至于设计师和品牌之间真的发生了什么 设计师只在后面回应过一句 Privacy seems to be the only true luxury lab today 我其实特别喜欢像Eddie这样 人狠话不多 认真工作 完全靠数据说话的人 光臣圣罗兰2015年第四季读的业绩 就在全体奢侈品市场都放缓的情况下 大涨了27.4% 那一年如果来到我印象的话 其实是一个普遍的奢侈品关店潮 Eddie离职有一个特别精彩的后续 就是这个自带忧郁滤镜的文艺男 可一点的不好惹 那么根据协议 本来品牌要付给设计师 每年至少1000万欧元 但是开云集团只想给Eddie 这最后年的工作 支付66.7万欧元 就是只给6% 而且圣罗兰继续用他之前的 拍的视频和照片作为宣传 属于侵犯日产权 所以在2016年 Eddie就因为开云集团的 单方面取消敬业禁止义务 而起诉了他的前农家圣罗兰 那么最终宣判呢 圣罗兰要赔930万欧元 1000万 1000万欧元的年薪 我算一下 500倍 Ed的年薪是我刚开始 在意大利工作的时候的年薪的 500倍 那么因为Ed的商业成就太强了 所以在市场界有人说 任何Eddie捕捕的东西都会变成黄金 所以在Eddie第二次离开商楼兰之后 他马上又被开云集团的死对头 LVMH团挖走 而这次呢 他是要接替Phoebe 成为Seline的创意中间 而且集团对于Eddie带领品牌的期望 其实是非常高 希望他能像在前农家一样 再创出利润翻三倍的辉煌夜景 那么这里就是大概Eddie最有争议的地方 一系列神操作和之前入主圣楼兰的时候一样 但是我这里必须说的是 Seline隶属于LVMH集团 那么圣楼兰立属于开云集团 这一步棋其实是LVMH集团 为了抢占开云集团的市场份额 然后从资本的角度 这番操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Eddie入主之后的第一场扫金秀 其实被骂得非常惨 批评的声音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来自Seline的老粉 对于自己钟爱的品牌被改得面目全非 本地是无法接受的 第二种来自于相对理性的业内人士 大家明白这是来自于两个集团之间的角力竞争 但是这种赤裸裸的商业竞争 和摄影品本身的神秘属性是背道而驰的 尤其对于买手来说 现在市面上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品牌 这让买手订货的时候非常难以下手 那么第三种 也就是最猛烈的一种 其实来自于自媒体 为了拉开阶级对立 为了吸引眼球 我估计连五年之内的秀都没有看过 熬夜赶出了一篇吸引眼球的文章 什么 心慈力只向二99的淘宝啦 太拉胯啦 也能不高级啦 我想说真的是 没有底线 没有节操 如果像我一样了解这个设计师的个人定律 就会知道谁在先谁在后 不过话说回来 我公正一点说 其实我非常非常理解 Eddie的老粉的难过 但是Eddie的设计没有问题 因为迪奥男装在现在二十年后回头看 依然是由里程碑式的成功 而且让圣罗兰的业绩翻三倍 也是整个行业的神话 Eddie这个名字 本身就已经具有品牌效应了 那么Seline的原设计师 Phoebe用了十年的时间 以一种非常隐晦的表达方式 表达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女性自主 不在意男性视角 被触发的女性审美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高级的设计 其实大家喜欢的是 Phoebe的整个审美体系 而这一个审美体系 在传播学上来 如果用一个名字来说的话 那么应该叫做Seline 那么问题其实是出在 Eddie这个摇滚夜店女孩 不应该出现在Seline 这个已经被大家深刻理解的 女性自主的地盘上 这个特别像周兴当年《街主力传》 就是质感这么好的电影大咖 突然间就觉得电视剧 而且是同一个类型题材 已经有了很多的轻工具 就是前面已经有了《甄嬛传》 有的《演技攻略》 周兴这部剧 势必须需要点时间 来重新大家试影 毕竟三年以后 投资方是有所期待的 始终本意的是翘首以盼的 那么事实也的确证明 虽然霍建华里的黄的演的很烂 但是也一点挡不住周兴能 准备这个演技 那么Ed的风格 其实无论是在当年的第二时期 还是在壮烂时期 其实是高度一致的 那么为什么LVMH集团 会安排一个风格这么独特 且这么坚持自我的设计师 去到一个和他风格 完全不同的品牌呢 这里就必须要提到 时尚是一门生意 生意的话 就必须要用数学来说话 LVMH集团 并没有公开单独一个品牌的年度财报 但是我觉得这里 我们就可以用另外一个牌子 来做一个类比 Bottega Veneta Bottega Veneta 现任总监Daniel Lee 也就是 Phoebe原来在Celine时期的手下 那么整个设计团队 都被Bottega Veneta挖了过来 那么在Daniel Lee的带领下 BV这几年的业绩 也是行业内的第二个神话了 风格也是高度还原了Phoebe的精髓 这种独立的干练的女性形象 Seline没有公布财报 但是BV有 我们来看一下 去年Bottega Veneta 总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4.8%到12.1%欧元 按品类分的话 皮具类占比74% 鞋类占比16% 成衣占7% 珠宝占3% 看见了吗 成衣就是代表品牌形象的成衣 而且BV的成衣是 原汁原味的Phoebe的风格 Phoebe的质量 Phoebe的价格 居然只占了品牌销售的7% 也就是说 真的懂 且消费得起成衣的消费者 实在是太少了 那么一大部分时商爱好者 却完全贡献不出成衣的销量 那么这么少一部分的成衣业绩 在集团的眼中 其实是完全可以被换掉的 那么对于品牌销售的影响 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对于Selene的整体风格大变 其实对LVMGC来说 一点都不慌 我还想再解释一下 威威刚才讲的 香奈儿女士的那个故事 我们试想一下 她讲得很动人 但是大家想一想 如果香奈儿女士 她创建了这个品牌 她只为了你们传承她的精神 而不去购买她们的东西 她们能不能到今天吗 所以 知识香奈儿活到今天的人 不是对面那些传承精神的人 我们这些买吧 所以 Eddie就在这种各方角力 各方死杀的情况下 从菲比手中接过了Selene 并且肩负着再创商业奇迹 让Selene这个品牌 业绩翻三倍的空前压力 那么从Eddie接手到现在 三年过去了 骂声还那么多吗 大家接受了吗 业绩有提振吗 那么我们就紧接着来看 2021秋冬男装系列 我看到的时候 是忍不住站起来鼓掌 太漂亮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